倒也不必去奉承她 毕竟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我和她的婚约早就废除了 现在的她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 玉门世家的企图罢了 大小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年我和她的确理由婚约 只可惜她不思进去 修行五年没有寸井 犹如玉门世家的名声 才被逐出师门 我和她的婚约就此废除 陈东 今天是我父亲 也是你恩世的大日子 你怎么有脸 赶来玉衡山庄找麻烦 若无玉门世家 你早就不知道饿死在哪了 我告诉你 我们之间已经没可能了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玉知心要嫁的男人 最次也得是万人之上的战神 而你不过是一个自暴自欺 自甘堕落的孤儿 有什么资格当我的丈夫 玉知心 你当真以为 我这次回来是对你恋恋不忘吗 我乃玉门世家的嫡长女 未来的玉门世家之主 放眼整个大厦 还有谁能比我更高贵 我就不信 有哪个男人能不对我动心 的确 放眼整个大厦 都找不出第二个 比玉大小姐更有身份地位的女人了 没错 如此的高龄之花 皆非白人可以采解 人呐还是要有自知之明的 你错了 今日我来只为一个公道 公道 什么公道